楊仙堯IG罕有發火路君一次又一次說謊 楊仙堯和老公羅子逸婚後育有一對子女 一家四口幸福美滿 早前還襯服活節一家人到日本旅遊幸福放閃 不過今日仙堯突然在IG貼了一大個極憤怒的emoji 還生氣寫上當感到憤怒和失望的時候可以做些什麼 她又表示一次又一次說謊脫大牙 不出聲不代表她不知道 還叫大家不要問她不會回答 有網民見到極少在社交平台宣洩情緒的戰搖 那麼生氣 留言問她是不是羅子逸欺負你 好好休息不要激傷自己 還有網民表示看來子逸今晚要睡梳化 王夏衛囚拍夏衛傳一開場就死 潘炳烈自爆當年被哄簽子結婚 王夏衛和老公潘炳烈昨晚在尖沙咀延開80席 慶祝結婚35週年 穿上婚紗的夏衛衣表示 當年他們在島城拉斯維加斯註冊結婚的時候 沒有穿婚紗沒有任何儀式 所以今次補穿婚紗特別開心 在旁邊的潘炳烈就風趣地說 當年她是被哄簽子 能夠白頭到老夏衛衣表示 送了個心給老公 還讚老公樣樣樣都好 特別是高大威猛有型有款 潘炳烈自然只會拿同接受 對方的好和不好她都接受 還指夏衛衣有怪脾氣 夏衛衣表示暫時無意離港 她的經理人就透露 會為夏衛衣開拍電影《夏衛傳》 正在籌集製作費 希望今年11月開拍 故事以倒數方式拍攝 鏡頭一開始就趕夏衛衣離世 還會從今禮聘潘炳烈下串演出 從今禮聘潤 還以冠談 萬一台 轉方式拍攝 可以拍攝